歡迎鎖定趨勢百分百 在今天台幣股市表現部分的話 在量縮的情緒之下的話 開始緩慢的點火 結果盤動急拉之後的話 維持一個高檔 能不能順利高檔作收 倒是在這個行情觀察當中的話 量能缺乏的情況之下 有些弱勢股出現的反彈 這是一個等待性的反彈 還是說後續行情的發展 又該怎麼掌握呢 馬上為您邀請到信杰兄 信杰兄你好 書先生好 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晚安 是 信杰兄 接下來關注的重點 我想其實整個今天大盤的走勢 幾乎是一個開屏走高的模式 而且到目前來看的話 尾盤好像是搭到 今天一個相對高檔的 一個等待一個最後一個 一盤的一個收盤一個指數出現 那如果導播這邊稍微放大 就很清楚看出來 整個行情其實 今天整個台股的走勢就有點 就完全跟我們在今天早盤 我們的家族成員的一個 大財富的家族成員裡面的訊息 是幾乎完全一模一樣 甚至如果您有鎖定 我跟整個書嫌 在整個早上9點45分到50分 那時候連線講的完全是一模一樣 那你會發覺一件事情 我在今天早盤的時候 就告訴我家族成員 以及在盤中連線的時候 講清楚 我說你會發覺 今天的早盤成交量 還是沒有什麼量 一樣是500多月成交量 而連續兩天 這種500多月成交量 我想我的個人的解讀是 第一個就整個波段的角度而言 這絕對是高檔的一個追價乏力 高檔的一個人氣退潮 所以連續兩天 都只有500多月成交量 但是如果就一個極短線而言 我們也講得很清楚 這個極短線而言 代表今天沒有所謂的 沙盤的一個力道 那今天之所以沒有 沙盤的一個力道的原因留在哪邊 就是因為陸陸續續開始要公布 所謂的一個九月營收 那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 在整個一些九月營收 可能包含在所謂的一個 平概股這邊或者台積電這邊 可能九月營收 可能市場還是對整個平概股這邊 比較有高度一個期待 所以你會發覺 整個今天的一個 整個盤面上 除了說跌升的一個反彈股票 叫做太陽人的股票 今天是一個強力反彈之外 因為雖然它九月營收不好 但是市場預估說 可能也許最差 就在九月這十月這附近 可能就是它最差的情況之下 所以帶動整個太陽人族群 今天做個反彈 不過到目前為止 整個整體的太陽人報價 還沒有明顯的出現反彈之前 我想目前的整個太陽人 今天也可以上漲 我不妨戈頭之後 先把它視為一個短期 今天一個跌升反彈 試試就好 等待整個太陽的景氣 真的回溫 整個太陽人的報價 真的開始上漲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會在第一時間 到時候通知客頭上 做個買接動作 今天先以跌升反彈試試 第二個就是在整個 今天之所以大盤指數 可以開平走高 尤其你會發覺 就在我跟出現連完線之後 開始指數放量開始拉上來 就是平概股 所以巴爾你看到 今天的2474的可程 今天是一個 整個上漲的6塊錢左右 6塊半左右 來到收在262塊 整個可程 應該是在明天或後天 有機會公佈9月的營收 9月營收應該 至少跟8月差不多 甚至應該有機會 再叫8月份的營收 再持續的做個成長 也就是可程9月的營收 應該有機會 再度挑戰整個 今年一個新高 甚至巴爾在整個 股王的大力光 3008的大力光 對不對 今天是上漲70塊 收在3910 對不對 差30塊 股價也準備怎麼樣 再挑戰整個歷史新高 所以這個也就是 帶動整個大盤指數 這邊再往上 拉伸的一個什麼 最主要的一個利基 甚至巴爾今天 看到盤中一些9月營收 拉高做頭期的原因 有我們就講過的 包含我在FB股市群會裡面 所PO的文章 也都講得非常清楚 因為預期9月營收還不錯 所以很多的股票 這邊還會做最後的一個什麼 拉台的一個動作 搭配整個大盤加拳指數 所有一樣 所以回過來談到 整個大盤的加拳指數 我想 我的看法沒有改變 不會因為這幾天的拉上來 我覺得這幾天拉上來 反而可能是一個絕佳的 另外是空方的一個出手 一個絕佳的出手點 原因留在那邊 因為這是上攻萬點前的 怎麼樣 叫做大甩叫坡 為什麼這邊會有一個 上攻萬點前的一個大甩叫坡 也就是俗稱的 所謂的中期回檔修正 原因留在那邊 我想雖然9月營收不錯 但是戈頭之後別忘了 9月營收好 並不代表第三季的財報一定好 因為金台幣的大幅升值 整個第三季的匯損 可能是非常的嚴重 所以提防到時候 如果公佈所謂的 第三季的財報 或許可能會低於市場的預期 第二個別忘了 在一個多月的時間 11月8號 美國總統大選的一個變數 除非未來的民調是一面倒 否則可能越接近美國大選前 市場的觀望氣氛 我認為會越來越重 但是當整個美國總統大選 就算11月8號選完 難道是不確定因素的 利空完全出境嗎 台股就要開始大漲特漲嗎 也不盡難 因為就算11月8號的 美國總統大選完 緊接著12月中 美國應該升息的機率 是非常高的情形之下 也因為上述的原因 我想我們講過了第四季 台股的變數比較大 那如果在整個第四季 台股的變數比較大的過程當中 有可能出現一波 漲多的中期回檔修正 我的看法 做法沒有做任何改變 這邊先假設我給我們家族成員 以及各位親愛投資朋友的操作建議 仍然沒有改變 這個就是我在過去這幾天所講的 這個叫拉高的震盪做頭期 那如果現階段是一個拉高的震盪做頭期 我們講過了嘛 大財富的操作策略 指數方面透過我們在整個大財富的操作 怎麼做 勝算高 叫做高空低補 叫做高空低補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在整個上個禮拜四 當台子旗一度拉到正加他的時候 我們在這邊 大概在9289上下這附近 我們這邊不僅獲利調節手中的多單 而且反手布空單下來過程當中 是在上個禮拜四 也是大盤指數目前的最高點的當天 我們反手布空單 然後在上個禮拜五 對不對 大盤加權指數上個禮拜五 重挫白點的時候 我們空單為什麼要做個獲利回補的動作 原因裡有 我想 包含在昨天 包含在今天剛剛的節目當中 我都講得很清楚 因為這邊本週本來就有機會 再拉上來 再拉上來持續的震盪做頭 好 那如果這個盤再拉上來 包含昨天上漲了67點 今天再漲了四五十點的過程當中 等於這兩天談了一百多點 那未來的這個拉高的另外一次的 不管是短線 或者波段的出手的絕佳的賣點 空點 我想未來這幾天 割頭這種盤中的訊息 你一定要在第一時間跟緊盤中的一個出手時機 所以針對我們整個大財富的實戰 到目前為止累積高達37勝一副 這個勝率我想應該相當高 有高達97%以上的勝率 累積的單比漲幅已經高達22.3倍之後 接下來接下來當這兩天大盤指數拉高的過程當中 會不會在未來這幾天 隨時出現另外一次可能是短線 甚至搞不好是波段的絕佳的賣點 空點的一個浮線 你想掌握到這一次一個數倍翻的一個 波段下殺的一個絕佳空點的投資方法 歡迎你現在趕緊跟我們線上博恩保持聯絡 請你擁有我們大財富的盤中的 第一時間的一個出手的一個訊息 好不好 謝謝 好 先謝謝信杰兄 趕快來看一下最後收版的行情 結果最後一筆的話往上墊高了 哇 墊在最高點 上漲了53點 9287點 倒是最後這個量的變化裡頭 來到了606億元 要先休息一下了 再回到我們現場 專注 讓輪源投顧投資觀點加倍清晰 我們擁有重要投資的強力經驗 包括股票 期貨選擇權 皆能以絕佳專注力建立投資優勢 強大的投資團隊及專業知識 提供最佳投資資訊 贏家專線 022321 9933 23219933 古早古早 在南島有一套失傳已久的健康操 那就是特別的健康操了 10月8日到10月16日 南投世界茶葉博覽會又來了 這邊請大家來南島 您好地 跳健康操啊 三立新聞網 Alaysia Housecore 排名第一的電視型媒體 全新APP上線 24小時新聞直播 串人五名 隨選隨看 客人訂任 追蹤搜尋 最好用最懂你的新聞APP 立即上載全新三立新聞網案 2016世界遊展首次在台北隆重登場 10月21至26日 邀您一同見證中華遊政的傳承與創新 請搜尋台北2016世界遊展 生活中有好多事 每天都讓你傷透腦筋 心情不美麗嗎 姐姐當家聰明為你的健康把關 讓你輕鬆過生活 趕快拿起電話撥打節目諮詢專線 姐姐當家教你聰明生活選好康 給編自全球暢銷驚悚小說 她究竟目睹了什麼 她究竟目睹了什麼 為什麼妳在這裡 因為我自己害怕 列車上的女孩 好 量的萎縮情況之下 好拉也好殺 最後比尾盤是墊高了 但是量也卻只有606億元 那麼接下來掌握了重點的心情兄 我想談到整個大盤的一個 波段一個關鍵轉折點 我相信其實各位投資本都很清楚 今年到目前為止至少信教師 我應該還沒有讓各位投資有試玩過 因為到目前為止 今年的每一步的關鍵轉折點 都在我們事先的規劃掌握當中 包含在整個在過年前 當時在7800一點 全市場一片悲觀的時候 誰會在這邊帶你做多 而且誰敢在當時過年前 對不對 指數還在8000點之下的過程當中 事先跟各位投資預告規劃 3、4月會軋空大漲到8800 有沒有 3月中到4月中 會軋空大漲到8800 好 最後整個大盤加群指數 是完完全全如信教師所規劃的 從整個7800點附近 大漲到整個8800點 這個千點的行情 之前這一波我們帶你很賺的一波 千點的行情上去 對不對 好 來到整個8800點 你會發覺當市場都在樂觀的時候 對不對 當市場都在樂觀的過程當中 我們卻在8800點的時候 來 你戈頭之後 你會發覺當時在座頭的時候 打播這邊稍微幫我放大 我當時在8800點的時候 我給我們家族成員 我給各位親愛的投資們的操作建議是怎麼樣 針對指數方面透過整個大財富操作 有沒有發覺高空低補之後全力空 而當時為什麼在8800點 我要建議我們家族成員 我要建議個頭之後 高空低補之後全力空 原因留在哪邊 我想當時的時空背景我講過 因為他還要在高檔的做頭期 那如果還在高檔做頭期 你說去搶那個短多 或者今天漲要做多 明天碟要做空 這樣忽多忽空 你不覺得很容易被人家多空雙八嗎 那麼說如果趨勢未來是往下 你放空的什麼風險 因為中線可以保護你短線 放空的風險已經是什麼 大於做多的 放空的什麼風險 比做多的風險還要小 放空的利潤比做多的利潤 還要大過程當中 我們當然是先高空 但是還在做頭期 高空有低先補 比方說你上個禮拜五 大盤指數下跌的白點 空單有賺先補 等到這個禮拜再拉上的過程當中 你是不是又有滿手的現金 你是不是又可以再 等待另外一次的一個高點 再做另外一次一個短空的動作 甚至等到整個做頭完畢的過程當中 來 高通低谷 這個叫做頭期 高空低谷 但是當整個做頭完畢 要波段下殺的時候 叫做全力空 來 回過來你會發覺 當時的大盤的加權指數 來 再繼續幫我帶在字卡部分 你會發覺當時我在這邊開始看空 有沒有在這邊高檔震盪做頭 而在高檔震盪做頭過程當中 當沒有跌到這邊 也許市場上投資朋友 都沒有任何的危機意識的存在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這個做頭期的過程當中 就如我所講的 高空低谷 高空低谷 等到整個做頭接近尾聲 等到整個做頭接近尾聲 準備要波段下殺 有沒有看到這一波的一個 波段下殺下去 當然這一波的波段下殺 就是全力放空的時候 這個就是我跟頭這麼講的 如果過去你也知道 新加坡市我不是忽多忽空的人 我是掌握到每一波大轉折的 市場上的少數贏家 對不對 包含在整個過年前7800 帶你做多到8800 8800點 帶你反手放空到整個8000點 8000點當群市場都在最恐慌 最悲觀的時候 我們帶著我們家族成員補空 對不對 空單全部獲利回補 反手做多上癌 而這一做多上癌 我相信其實各位投資的都很清楚 我們就沿路的做多到 整個上個禮拜四的9300點 沿路 對 從整個8000點 沿路做多到整個9300點這附近 好 那現在做多到整個9300點的過程當中 為什麼現在當市場上很多專家開始樂觀了 當現在很多投資朋友 可能看到很多的經濟數據 包含可能在未來這幾天 陸陸續續所公佈的9月燈收 非常亮麗的情況之下 當很多人在這邊看上看萬點的過程當中 我當然我想我不是說萬點未來不會來 別忘了我是在8000點就告訴你長線上萬點 但是為什麼說這邊有機會在上萬點之前 可能要先提防有一次的 中期回檔的大甩轄波 原因理由 我想我在過去這段時間 也跟投資朋友講清楚 包含在上半場講的 為什麼在上公萬點前 你要提防會有一個中期回檔的一個大甩轄波 原因理由 對不對 原因理由就在這邊 好 那你再回過來談到整個技術面的角度來看 我想各位投資朋友也看得出來 如果就整個波段的軌跡來看 我相信這投資朋友都很清楚看出來 這如果是已經走到所謂的第五波 這會不會是走到所謂的第五波 那走到第五波不是叫做所謂的陌生段嗎 不是叫做所謂的陌生段嗎 那如果這邊已經走到所謂的第五波 叫做陌生段 也就是我們過去這兩三天 所跟投資朋友講的最後的什麼 拉高震盪做頭期 你覺得在這邊 還是全力做多勝算比較大 還是應該來到這個最後的陌生段的這邊 你應該隨時隨時隨地 那注意信解老師我 盤中的訊息 也就是整個所謂的大指數方面透過大財富的 一個絕佳的空點一個把握住 好 那我針對整個行情的看法 沒有改變 我想到目前為止 今天現在十月初 整個大盤指數還稱在波段的相對高檔 我想你很清楚 完全都跟我事先規劃的完全一模一樣 這個都跟我在整個 FB股市群會所播的文章 完全所規劃的波段軌跡完全一模一樣 好 那如果這邊說 這個叫做最後的一個陌生段 這邊是最後的一波上攻的話 之後準備做一波中期回檔甩叫的話 那回過來 針對如果不管你手上有沒有T50反應的投資朋友 是之前可能跟著其他專家 太早買進避險的人 現在被淘汰的投資朋友 如果在往下壓的過程當中 可不可以去做加碼彈品的動作 或者說如果過去這段時間 你跟著信解老師我 足足很賺的這1300點的 多頭的大多頭行情的投資朋友 如果當這邊的第五波的結束 開始要做一波所謂的 終極回檔下殺的過程當中 T50反應可不可以 在未來這幾天 隨時鎖定買進避險的絕佳出手時機 如果針對整個T50反應 不論是你手上有的 何時可以做加碼彈品的動作 或者空手投資朋友 想把握這次的避險反向單的投資朋友 歡迎你都可以跟我們 做一個保持點多的動作 好 那如果說 除了說在整個T50反應的操作 再來就是我們 在跟頭中最近所提到的 如果這個叫做高檔震盪做頭期 我們說過了 這是多頭的一個中期回檔修正 俗稱多頭市場叫做環漲集碟 環漲集碟如果指數擊殺 當然是指數方面透過在大財富操作 算最快 那我們在整個做頭期的過程當中 我們大財富操作策略沒有改變 叫做高空逼補 等到整個做頭完畢 叫做波段全力放空下去 所以針對在整個大財富的操作 我想個頭市很清楚 在整個上個禮拜四 來到整個9300點上下附近 我們建議個頭市場 獲利調節手中的持股多單 而且並反手不空單 這個空單一空下去 馬上就看到 讓你看到短線的9月30號 直接跳空大跌白點 好 為什麼在整個上個禮拜五 跳空大跌白點的時候 我也講過了 我不奢求補到最低點 但是你到今天回過來看 你看到這兩天大盤指數 拉了100多點上海過程當中 你就可以回過來想想 當時為什麼在上個禮拜五 我們空單要做市價獲利回補的動作 我想大家就很清楚 因為完全行情如信教師所規劃的 這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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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層還會堆起來做頭 還會做最後的一個拉高做頭期 好 那如果當今天跟昨天 大盤指數這兩天拉上海的 又逼近整個前迫高點 9300點上下附近的過程當中 這一次的絕佳的大財富 繼之前的37勝一副之後 這一次的空方的一個 絕佳的出手時機 你如果想在第一時間 把握住的投資朋友 歡迎你趕緊跟我們線上訪報 成聯絡 好不好 謝謝 好 馬上來看一下 在期子最後的一個收盤情況 來看到的是台指指數部分 彈幅在0.59個百分點上漲了54大點 電子指數的部分 則是彈幅達到0.57個百分點上漲2.15大點 在金融指數方面的話 今天彈市的力道比較強 彈幅在0.74個百分點上漲7.4大點 最後要看到是摩台指數部分的話 彈幅達到0.67個百分點上漲了2.3大點 我們也請信杰兄最後叮嚀 我想 第一個我們剛剛也跟投資朋友講的 未來這幾天在搭上來的過程當中 你應該隨時注意的是 這一波搭台完畢的一個 另外一次的一個出手的一個 避險放空的一個時機點 這個時機點 請你務必在盤中第一時間 跟著信杰老師的腳步把握住 好 那除了在整個指數的部分 我在過去這幾天講過的 因為在整個拉高震盪的做頭期過程當中 陸陸續續所公布的9月營收 以及在整個第三屆財報 我認為這邊就是各股的一個表現空間 當然一些空投的落市股 你還是要做避開動作 所以在整個指數在這邊 我也講過的 畢竟雖然會有一波終極的回檔修正 但畢竟這是一個多頭市場的回檔修正 所以如果你喜歡做多的投資朋友 這邊我講過集中火力 勝選底部起漲的一些極優的股票 你還是可以安安穩穩的 可以跟著信杰老師的腳步 在股票市場輕輕鬆鬆的 賺到整個波段大錢 所以針對整個個股部分操作 我想第一個針對整個油田這檔股票 大家很清楚 從整個8月11號到整個8月中旬 到整個上個禮拜的9月下旬這邊 一路的每次利用震盪整理 接近陌生的過程當中 我們都帶著我們家族成員 做個買進的動作 昨天的油田再度寫下整個 今年的波段新高 好 整個創新高的油田 今天是做個震盪整理盤 重點是還會去嗎 接下來油田還會不會漲 那油田8月的營收 連增97% 那未來這幾天 隨時準備公佈9月營收 9月的營收有沒有機會 既整個像整個8月份一樣 又是連增接近一倍的情況之下 接下來的油田還會不會漲 如果你手上有油田的投資朋友 或者這檔股票 過去這段時間 你驗證的 看到我們賺錢的投資後 接下來這檔股票該怎麼做 歡迎你 可以跟我們線上粉飽成連絡 好 那除了這一波 你所看到油田之外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要做生技股 就是要跟緊性交易 私腳腳步來操作 所以從整個這一波再低檔 與其去追 已經再漲了一大段的股票 我寧可帶著我家族成員 我寧可帶著各個投資 買進的都是底部 成長的好股票 所以你看這一波的一些肌肉的生氣股 包含要花藥 對不對 我們也是利用修正道接近尾聲的過程當中 打底道尾聲 波段要起漲之前 我們帶著各個投資朋友 我們家族成員做個買進 在這邊跟你公布 然後股價也漲到200塊上去 包含4162的事情 我們在底部 帶著我們家族成員進場 我們也是在這邊 也公開的在這邊跟你做分享動作 也從214 漲到整個247塊多 甚至包含在整個4736的泰博 也是在120塊附近 這波會漲到129塊半這裡 對不對 甚至包含在整個4147的中域 也從210幾 短線集中到整個227塊上來 我想這個投資的東西非常清楚 甚至除了這些標的之外 以及最近這兩三天 最強最標的生氣族群 也是我們一路持續的在節目當中 以及FB股市群會裡面所po的文章 跟投資所追見 一路沿路的帶著我們家族成員 一波一波 來操作的 包含在整個4105的東洋 對不對 這一次再回到整個連線上下附近 113塊上下附近 你很清楚 我們再度的推薦我們的家族成員做個埋進 然後在這邊回檔的過程當中 也再度跟投資所講 拉回買點請把握 最後你看到的東洋 從110塊 直接噴出大漲到137塊 大漲到整個137塊 好當整個東洋股價寫下 最近這4年的波段新高之後 下一檔的底部要起漲到東洋 你想不想在第一時間跟上車 你想不想在第一時間跟上車 甚至包含在整個8436大漲 我想這檔股票 我是在整個今年初 100元左右的時候 就陸陸續續的 你會發覺經常跟你推薦的 就是大漲這檔標的 甚至包含在這一次中段整理 打底到末端的時候 142塊 再度跟投資者講說 大漲可以做買進 因為他所預期的 最近所要公佈的9月營收 是非常一個亮麗 應該9月營收 有機會再度寫下 整個歷史新高上來 所以你看這一波 不管我們在140塊 142塊這附近 帶著我們家族成員買進 然後在150幾塊這附近 也公開的在 不管是在跟書寫的盤中連線 在我們所舉辦的一個 中立跟台北的活動 甚至在節目當中 也是公開的告訴你 這檔股票可以買進 對不對我想 不論是當時在142 或者在150幾塊買進 我相信戈頭中看到的大漳 今天再度的刷新 整個歷史新高 來到182塊 當然如果在未來這幾天 大漳公佈9月營收之後 我是覺得短線你就不要去做過度追加的動作 免得被套在整個短線的一個波段的一個相對高檔區附近 好那現在重點是當整個大漳 這一波從142 標到182塊之後 我的看法是下一檔的大漳 有沒有類似之前在這邊打底接近尾端的 對不對 回撤連線上下附近打底接近尾端 準備波段起漲的東洋 有沒有類似之前在這邊回撤整個均線支撐 打底接近尾端的下一檔的大漳 有 就是我們幫各投資者鎖定的 這一檔未來這邊震盪峰回 我們隨時會在盤中 帶著我們家族成員買進的這一檔 叫做大漳一號 那為什麼針對這個大漳一號 我想各投資者看出來 這也是經過一個中段整理 打底接近尾端 整個WD已經隱然成型的 這一檔既有的一個好股票 那談到這一檔大漳一號 我必須跟投資者講 第一個 你看看它的基本面 今年的獲利不輸大漳 大漳今年大概賺五塊半到六塊左右 它今年大漳一號的獲利 今年不輸大漳 但是目前股價卻差大漳將近一倍 而且最主要是怎麼樣 如果今年它獲利不錯 明年獲利不好 那我覺得這一檔股票我還不會考慮它 但是大漳一號最主要是在怎麼樣 新產人明年Q1開出 從明後年 明後年它的獲利 將呈現跳躍式的成長 換句話說 今年大概跟大漳一樣賺五塊半到六塊 可能明後年的EPS 會非常高的跳上去 如果明後年的EPS會跳上去 未來是不是具有 跟大漳向上的比較空間 而目前的股價差大漳一倍 這檔大漳一號 你覺得會不會在未來 想不想再跟著新潔老師的腳步 在未來這幾天盤衝震盪峰 第一時間做個買進的動作 要的話歡迎你跟上來 好不好 謝謝 謝謝